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陈水扁的准备程序是继续来进行 那目前是由陈水扁的律师来发言 那么目前刚刚稍早之前 郑文龙已经做了一段的一个说明 然后之后是洪贵三 那么接下来因为这个审判长 决定要来让这个陈水扁的律师畅所预言 所以目前都还是陈水扁的律师团在发言 那么其实发言的内容跟稍早之前 其实是大同小异 那么之前陈水扁在休庭前 他是曾经自己来对自己来辨白 那么强调他不认罪 那么总共的辨白时间长度 也总共有长达了45分钟 而这45分钟是完全是针对了 龙潭购地逼案这个部分来做答辩的 那么陈水扁也是强调他不认罪 那么另外还表示说 检察官今天追加起诉的 这个借势借端勒索罪 他感到相当的一个讶异 而且他也认为说 这个罪名让他从总统变成了地皮流氓 让他是啼笑皆非 感到二度伤害 那么之前呢 这个陈水扁在这个法庭上 这45分钟呢 他也强调 不管这个龙潭购地逼案 检察官这边掌握的金额是 2亿 3亿 4亿还是5亿 他全部通通都不知道 而且呢他后来看起诉书 他认为说他在这个看守所期间 可以说是非常详细地研读了这个起诉书 那么他认为呢 这些钱呢 不管是多少钱 全部都汇到海外 之后都没有汇回来 因为呢 吴淑珍认为说 这笔钱就是所谓的政治现金 那么他也是再度扯出了这个马英九 而且呢 整个45分钟里面是扯到马英九三次 那么第一次呢 就是这个10号公报 那么他强调呢 马英九也有所谓的这个总统府的一个咨询小组 那么这个10号公报呢 这个总统是不是也介入了呢 是不是也介入了其他非职务上面的事物 那么另外呢 涂利的部分 他强调呢 这个马英九强调 这个陈雪扁强调 马英九也替鸿海啊 在高雄的用地来找用地 那这个马英九是不是也涂利鸿海了呢 另外啊 还有马英九现在过年前四处去shopping 那是不是也涂利了各个地方的商家呢 那这个陈雪扁的部分表示 做一个总统就是要涂利国家 涂利人民 他也认为马英九这样做没有错 所以呢 他在龙潭购地弊案的角色上面也没有错 这是陈雪扁的一个说法 那么另外他也认为这个龙潭购地弊案 根本就是一个莫须有的指控哦 认为说 他根本没有向任何人来勒索 那么这之前陈雪扁的说明 将时间交还宏内 好我们下回谢谢家会职业守候 那么目前在重新开庭之后呢 现在是陈雪扁的律师持续地来 这个站起来来发表谈话的内容 当然呢最新的他们所这个提出来的一些缘由 我们都会带您一起来关注 谢谢大家